中国皇帝一共611个,其中可搞正年龄的209人,平均岁数才39岁,为什么皇帝都不长寿呢? 皇帝每天4点多起床,一直干活到晚上11点多收工,你现在的九九流还要雷上许多,而且还是全年无休,每天都要对的大臣商讨国事,就不说别的,就这些事情,就足以让皇帝伤脑筋。 除了个别的昏君,明君自古未老先衰,毕竟要想的实在太多。 还有就是古代科学发展慢,很多科学难以解释,医学方面也十分落后,造成有病不能好好医,也是让皇帝寿命短的原因。 还有一点就是过分追求,长生不老药,经常拿一些有剧毒的东西炼丹,这种隐身试毒的方式,或者是谁也活不久呀。 再就是为了床宗接待,后宫家里三千,年轻的皇帝不过一步均章,按每天的工作时间,这身体熬不了多久,更不用说年迈的皇帝了。 所以说皇帝并不好当,今天我首先就说到这里,喜欢历史文化欢迎关注一点赞。